在昨天的节目中 我们认识了来自湖北的万女士和魏先生 调解现场万女士苦不堪言 描述了她在婆家不被待见的种种遭遇 婚前 丈夫拿钱与有的聘礼应付自己 三斤跟衣服 她是拿钱人来的 婚后生孩子时 她险些丢了性命 下了病危 她说你要婆的话就赶紧婆 当时医生叫她签字 她就是不签字 公婆甚至直接穿躲丈夫和她离婚 她说你公婆婆到学校来多次说了 说她要跟我离婚 面对妻子的遭遇 身为丈夫的魏先生 要么视而不见 要么无条件顺从父母 一忍再忍的万女士 终于在对魏先生的一次试探之后 彻底死心 她搬回娘家 并向法院提出了离婚 就是回去她两三年 在她娘家住着一直小孩两岁都不管嘛 两个小孩都不管 就说我觉得这样拖也不是个事 所以你要离就离 就准备离 经过长达三年的离婚拉锯战 万女士提出了婆家登门道歉 和魏先生交出经济大权 作为继续婚姻的条件 就是基于她家人和她本人的这两个态度 最后你决定继续过日子 对 万女士虽然回了家 可魏先生很快发现 她回家的目的并非过日子那么简单 短短一年的时间 万女士把她的生活 叫得天翻地覆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将看到 魏先生交给万女士的存款 去向不明 跑到她的单位 疑死相逼 就连远房亲戚 也受到威胁和牵连 曾经一退再退的万女士 为何一反常态 做出如此疯狂的举动 她回家的目的又究竟是什么 今天的调解 继续为您讲述 空心丈夫与天机妻子的较量下集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我们的调解继续进行 我参加工作之后 回来的钱都是给她的 她说是零几年的时候吧 当时在我身上拿了有三万块现金 然后她就在镇上开了个窗帘 她没有给我商量的 开起来我都不知道 开业了开张我都不知道 我去她见了她叫我滚 不让我进去 她说镇子你进来干嘛 也不是你的 她自己说 我以后自己赚你自己花 与你无关 窗帘店的话 她说三万块钱 撕了那三万块 卡键 但是那钱没用 那钱没用 我妈妈不让我用 她说你要开键 你要用那个钱 你就不要开 因为她知道他们家是什么人 就说你去开键 你用她的钱开键 她到时候吵到 那是他们家的开的钱 就扯不清楚 扯不清楚 当时我妈妈是借了 两万多块钱给我 两万五给我 钱她说是她妈妈出的 事情不知道的 她是让我拿了几万块钱走 在平时的私房钱什么 我钱都给她的 那个钱 她应说是那个 那个可以 银行记录可以查得到 三万块钱 是什么时候 开始取出来的 因为那三万块钱 我没动 事后我还借给我朋友了 不是她的名字 名字是她娘家的 万江昌里面就搞的 是在她名下 还是在她娘家人的名下 她娘家的 她妈妈的名字下搞的 从来以后 我就对她 也就是好多事情 我就慢慢就有想法了 我妈妈给我钱 写她的名字 那是正常的 你是帮妈妈打工 不 就是妈妈出借钱 相当于借钱给我看 你放他们来吵闹 要避免未来可能存在的 对 她说如果他们家来吵闹 你没用他们家的钱 见着名字又不吵 她又没理由跟你吵 所以我就不让她进去 不论开店的本钱出自哪里 万女士瞒着自己 私自开店的举动 已经让魏先生感到深深不安 可万女士却解释说 她为的只是不希望自己 如当初被公婆逼着离婚的 那般被动 因为我去看下她 不让他们家准备离婚了 那我也要生活 为了在经济上掌握主动权 增加婚姻的安全感 无可厚非 可万女士接下来的举动 却让魏先生感觉 妻子不是回来过日子的 而是存心抱负 网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